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近日,白玉兰讲提名公布在网上掀起不小的风浪 尤其是最佳男主提名这一栏中 代表追风者这部剧提名的不是一番男主王一博 而是三番男配王阳 对此粉丝替王一博喊冤 明明他才是男主 且整个故事也都是围绕王一博饰演的微弱来展开 而王阳如何能以配角的身份去提名男主呢 之前该剧的导演姚晓峰说过 这个项目搁置了许久 找到王一博后才能顺利开拍 并立马招到投资商 也就是说这部剧从开播到播出 包括后期的宣发 绝大多数的功劳都要归结到王一博身上 没有他的参与 追风者就拿不到这么高的流量 王一博属于是活干了 热度扛了 结果提名的时候男主就消失了 事后王一博的大粉发长文提出几点诉求 一 希望剧方承认误报并向王一博公开道歉 承诺未来评奖送审环节 尊重王一博的男主身份 合理提报 不再失误 二 剧方不应该以其他配角申报男主 今后的评奖同样不可以让男配报男主 三 王阳就是没资格当这个男主角 四 王一博付出了十分的真诚和努力 得到了什么 划个重点吧 就是这部剧在开拍前甚至是播出期间 一直对外宣传的就是王一博是一番男主 故事线也一直强调是围绕着 魏若来这个小人物的成长展开 这一点看过剧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但是到了可以收获成果时 结果一番男主就不存在了 片方开始营销双男主的说法 事实却是如此 追风者在给演员报名白玉兰奖时 王一博和王阳确实都出现在男主角这一栏上 白玉兰官方相关人士针对这些舆论给出的回应就是 评审不评判方位 只以该名演员在剧中的表现作为衡量标准 也就是说王阳的演技比王一博的好 所以评审选了王阳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大气晚成的王阳也因此次提名声线网报 首先 真正决定王阳是否能入围男主的 不是王阳自己选择自己 是众多评委经过反复讨论比较 最终选定了王阳入围 是评委们没有选择王一博而已 其次 王一博粉丝反复强调王阳不能提名男主 应该报名男配 可是 王阳也是领衔主演 即使是三番 那戏份也比女艺李沁还多 戏份第二多的男演员报名男主也是正常 比如我的前半生四番男二雷加英入围男主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不仅是白玉兰 也不仅是国内的奖项 全世界所有的表演奖 可以说都跟番位无关 甚至跟戏份无关 那些主角转配角 配角转主角提名的人大有人在 热衣扎就曾经靠着山海情的六番拿到飞天室后 樱桃则靠着人世间的四番拿到了精英室后 包括飞跃风人院里面 护士女主的戏份非常少 但演得很好 观众看到她就感觉不寒而栗 而且咬牙切齿的恨 所以即使戏份少 也报名了最佳女主 海摘德奥斯卡影后 表演奖 跟番位无关 甚至跟戏份长短都没有关系 主要还是看演员的表演能不能打动评委 今年不只是追风者 还有难来北望力提名的也不是一番男主白静庭 而是丁永代老师 包括樊花力 提名的不是马依丽 而是女配唐嫣 其他家怎么就能尊重白玉兰官方的评胜结果 而王一博家就非得揪着不放呢 流量高是好事 同样也有弊端 像王一博与肖战这样的顶流 粉丝群体真的很难管理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在专业奖项方面一味的大闹 只会让王一博的路人员越来越差 再说王阳的演技也确实不差 也并非先例 怎么一个提名就让王一博粉丝破防了呢 还一口一句对着王阳大骂小偷 又是什么职场霸凌 又是资本运作打压年轻人 会不会想象的太过于复杂了 此次舆论不止 影响可谓十分恶劣 网络环境已然乌烟瘴气 专业媒体也开始关注到这起事情 犀利点评 内娱真番位都真到白玉兰了吗 白玉兰官方认定的主角标准 并不等同于粉丝心中的番位标准 所谓的一番 绝对大男主 大女主 更多是一种粉圈自嗨的说法 本身是不专业且不尊重创作规律的 若受到大男主 大女主的干扰 戏份就会变成演员服务 而不是为剧情和角色服务 一部剧的成功 靠的也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一整个团体 王一博此次虽然遗憾未能提名 但并不能代表他能力不行 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没有提名 比如陪跑了十年的刘玲 他的演技毋庸置疑 但总能与白玉兰讲擦肩而过 也没见他粉丝极眼 王阳本人并未出面回应这些争议 倒是他的老婆在网上发文维护丈夫 声明他们不在意外面的这些狂风暴雨 只一心过好自己的生活 也很感恩大家对王阳的支持 可能王一博本人与王阳本人 也压根没有很在意这次的提名 只是粉圈在无理取闹罢了 想要王一博好 我觉得粉丝们闹了这么久 也该消停了 千万别到最后让王一博买单 走了肖战的老路 可谓得不偿失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优优独播剧场正欧 优优独播剧场